来到10月25日星期四 我是简庄时报黄游丽 新闻的开始 带您关注一直财经新闻 柬埔寨国家银行副行长 桑尼胜表示 国营支持民间使用人民币 柬埔寨国家银行副行长 桑尼胜今日在人民币业务论坛上表示 虽然美元作为国际 国际货币在全球金融体系中 长期战绩主导地位 但由于中国近几十年来 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发展 以及人民币国际化政策的实施 人民币的作用逐渐扩大 桑尼胜说 目前人民币按价值计算 人民币在国内外最活跃的货币中 排名第五 占比为2.12% 仅次于美元 欧元 英镑和日元 副行长强调 我们支持银行系统使用人民币 引起银行和金融机构在其业务中使用人民币 致使中国产品的进口商能够获得人民币贷款 以中国同行进行结算 红生总理礼宾司官员 在脸书上传两段视频显示外国专机为红生总理专机护航 不过 红生总理礼宾司官员并没有说明是哪个国家派出的战机 通常外国战机为国家领导人护航是一种外交场合的仪式化礼意 是受返国表达对访问的重要以及对来访领导人敬意的方式 红生总理本月17日率团前往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 出席第十二届亚欧峰会 20日至22日访问土耳其 之后前往瑞士日内瓦出席由联合国贸易发展组织 进行的2018年世界投资论坛 新闻的最后带您抢先感受天津这夜文艺演出 这项文艺演出节目是由天津艺术团呈现 演出时间为10月28日晚上7时 在金边钻石岛歌迹宴举行 自促进中简文化交流 庆祝中简建交60周年 此次来访柬埔寨演出的天津艺术团是由天津歌舞祭宴 天津杂技团 天津青年经纪团 天津画原甲文武协校 南开大学学生合唱团共同组成 节目内容包括明夜演奏 国粹经纪 舞蹈 杂技 武术等 明夜小组全部是国家一级演奏家 经纪表演者为国家级奖项获奖演员 舞蹈小姐虽然年轻但充满活力 该团成多次随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 刘延东副总理出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